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三位异作 要带大家来检视我们的基隆城市博览会 我们的都市更新 交通建设 还有我们的基隆捷运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人爱区市议员 我们的张芳丽 张艺作 小军好 佩祥好 秦宇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佩祥好 第二位是我们副议长林佩祥 小军好 书记长好 秦宇作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佩祥副作好 第三位是我们安乐区市议员秦真 秦宇作 我们小军主持人好 我们张悦也好 我们林副议长 各位电视前的各位相亲大家好 秦宇作好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 我们的城市博览会的内容是非常的多元 六月十号到六月十九号期间 可能这个预估人次会涌入数十万到百万人的人潮 就很好是一个认识基隆的地方 那很多学校就推出了这个校外教学 就到我们的城博的展区来看展 那很多家长就纷纷有提出不同的反应 我们要先请我们的副作好不好 副作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不是有家长提出什么样的意见 让大家非常的困惑 其实这一次的城市博览会 那我记得在上一次大会的尾声的时候 我们行政行义座 有特地谈到说不希望用校外教学的方式 来动员我们的各国中国小 来参加这次的城市博览会 不过今天早上我也接到很多家长的电话 说为什么我们要特地把自己的个资 家长的个资跟小朋友的个资 重新写在这个单子上面 说美其名是保单 美其名是同意单 然后再送去给这个学校 让他们去做校外教学 而这中间这个选项上面 是没有同意或不同意的选项 所以我一听到之后 我就跟秦毅座商量说 这个事情好像很奇怪 那后来我进一步了解之后才发现说 原来每一个学校都不一样 城市博览会这是个好事吧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学校 如果他们的要求都不一样 难免会让人家觉得很错乱 我们都希望城市博览会是个成功的行销活动 但是如果是成功的行销活动的话 那它的内容应该来讲要是精彩的 要是有价值的 可以让家长自行带着孩子去做学习 去做观摩的 而如果是用这样子用动员的方式 然后教育处也好 师傅也好 这样去做那种强行动员的方式 我个人觉得不太妥 而且人的话最好说 每个学校的作业口径统一一致 我觉得这样似乎是比较适合的 是 所以就是解惑很多家长的疑惑 那秦真秦毅座这边 其实也接到了不少 是这样子 因为在我们这次在大会中的时候 我们又接到很多的家长的一个反应 说陈博会似乎学校要发动 带学生小朋友去参加 这个博览会的一个参观 但是在这个时间 正是我们疫情当头的时候 很多家长的担心 担心什么 说把小朋友假设带到现场 人多在群聚的情形之下 如果不小心遇到 这个所谓的疫情的话 那小朋友他们的责任谁要来负责 所以说尤其现在 我们看这几天 小朋友感染的率高 几乎都是脑炎的一个变发症出来了 所以这对家长的心理上 有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是在要小孩子去呢 还是不要去 叫家长非常两难的抉择 但是你不要小孩子去 那小孩子看到别的同学有去 他又跟爸爸妈妈插 为什么某某人可以去 他又我就不能去呢 所以产生这种现象 在家长爱护这个子女的心情之下 所以抉择上不知如何的两难的去做一个选择 所以在情形之下呢 我们希望说在这个博览会设中 学校不要以校外教学的一个所谓的标的 让学校来实施这个校外教学的一个方式来带到这个城博会去做 城博会去做一个参观 我想应该把这个空间放给予家长跟学生之间的亲子的关系去参观 因为必然各位家长如果带着自己小朋友去 我想他的以他过去的这个岁月的成长 也会将基隆的过去的历史多多烧场 看到所谓的一个展示的一些这个这个布幕话 或者公告的一个说明的话 也会给子女解释 当然也说要把小朋友教育在认识我们未来 在过去按照未来的基隆的发展 在我们学堂课上 以我们的历史科目来的教学 我想那就是非常恰当的一个可行的方式 所以说今天在这种情形之下 家长一直在询问说 万一学校带着小朋友去 染疫了 这个决定是林佑昌市长要负责呢 还是你杜国政市处长要负责 所以说情形之下 我在这边也呼吁我们教育单位 我们市长你深深的考虑 是不是不要有强迫性的让学生 或一定要去到现场做校外教学的一个方式 也不要让家长为难 那抉择 因为跟子女之间会产生某部分的一个 大家的争议 争执 所以希望我们老师跟校长们 你们要带学生出去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到所谓的分流 以及相关的防疫措施的 安全的一个配套措施出来 不要一或封着所有的学校 都一或封着挤在同一个时段去 然后更可耻 更要注意的是不要要求学校 每一个校长要带你的学生的多少的比例 去到现场去参观 听说有的学校要求说 一定要五十个或六十个 或者你的百分之五十的学生要到现场 我想这个对校长或老师来讲是非常大的压力 对家长来讲也是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在此我真正的呼吁 我们教育单位要审慎的考虑 不要用所谓的指令式的这个方式来指导 学校之后校外教学 这次的城市博览会的一个参观 所以城市博览会其实对金融来说 很有它的意义在 可以看到很多丰富的内容 但是就是还是要尊重家长 尊重学生 希望用他们的方式来带来他们认识机 那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书记长 有没有什么样对城博有其他的看法 其实他要求学生去参观 对象好像有一点不太妥当 就是连幼稚园都有 幼稚园的小朋友 你去参观这些建筑也好 很多的一些我们以前 曾经在基隆市的一些老旧的东西 幼稚园的学生他不懂 他真的不懂 你叫他去看 小朋友回来也不知道要看什么 其实他的对象应该是在高中或者大学 连国中都还 我还觉得都太小了 都太小 他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 基隆的一些历史建物 那我是觉得这样子的话 会第一个让学校真的是很头痛 幼教的这些老师 因为小朋友他真的是要付更多的时间跟精力 自己去来照顾他们 这样子有效果吗 我是觉得效果不大 效果不大 尤其你说基隆市的城市博览会 他现在好几个展区 都是在展示一些我们曾经 就是一些有名的人士或者是对基隆有贡献的一些老旧的建筑物 他来翻修之后让大家来去参观 那这些老旧建筑物 那这些老旧建筑物 他重新在装潢 在整修之后 是不是有他留下的一些真正的历史价值 有这些价值在吗 所以也期待说我们这一次 因为市政府很多单位 大家都非常的用心的 在承办这一次的城博会 我们也预祝他能够非常成功 希望疫情不要扰乱了我们的脚步 让这一次的一个展览 可以让我们林又昌市长 可以让他一炮而红 得到他想要的 谢谢 这一次城市博览会 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带大家来看到基隆城市的翻转 可以看到我们基隆生命力的计划 说到这个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 我们的都市更新 都根除了靠美学的提升外 这个闲置空间的活化也是非常的重要 要带大家来看我们的仁爱区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张书记长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对都根在仁爱区有什么样的看法 跟建议以及做了哪些 都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尤其在仁爱区 他是你要跨出那一步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困难 因为在我们仁爱区 比如说 在那个东河大楼 前些日子 他还发生了地层下陷 还有我们的联宏社区 他已经好几年了 但是也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果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说都根一定要经过所有的所有全人 他的同意 那所有全人同意 这个这一方面就很难了 如果是你政府他主动来提出来做 但是联宏这一部分 政府的土地没有 他都完完全全都是私人土地 那私人的你说要来做都根 首先这个住户你要拿 先拿出一笔钱来 但是我们这些住户大家想 我就住好 我的家庭也好 你说要他来做这个动作的话 就比较困难 所以我是希望我们 因为仁爱区的老旧社区比较多 他老旧社区比较多 也希望说政府你要站出来 你要来协助 真的 你如果政府站出来协助的话 那就他成功率他就会增加 他会增加 上一次说委托行街 他们好像也要做都根 但是后来也是经过好几次的一个协调 也不了了之 也不了了之 那我曾经也去参与过他们 惠隆市场 惠隆市场他也想要做都根 因为那些房子都真的是非常 已经都非常的老旧了 势必一定要做都根的动作 我也希望说我们政府 你要站出来 来协助我们这些老百姓 这些市民他们 房子能够来做都根的这个动作 那你都根首先很多的一些程序要走 你要成立这个都根的一个窗口 你要有一个窗口 让这些民众他可以有一个依循 他如果有什么不懂或者是需要 需要协助的时候他可以有地方可以找 所以都根真的是面面关了 就是所有的人要一起来 而且希望政府能够再多出点力 然后集结大家的力量慢慢来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在安乐区 基隆市第一座示范国宅 就在安乐一起的社区住宅 他目前已经46岁了 八个基地有1300多户 其中有400多户是采御柱式的工法新建 长期有漏水的问题 可是这个都根听说也推了推了二十几年 我们要先请教我们的请真请义座好不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在这么多年来 那边的都根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安乐社区国宅的都根 确实谈了将近快二十年了 那在前提之下 为什么去谈到国宅的都根 最早期是说要重建 最早就想重建 因为那过去 我们安乐社区大家知道 它是豫柱式的这个结构 那豫柱式的结构 在基隆多宇的这个气候之下 它的一个所谓的防水率不会那么好 然后最近你看这几十年来 后续房车的一个漏水 盛水屋顶的坍塌等等 的一个现象危险度都出来了 所以说我们也曾经在议会 我们跟张艺人还有我们林亮 也用我们积极的讨论说 如何的让我们市政府 能积极的介入 来这个把这个一起的国宅 做全面性的 以现在的法源的依据 做都根的一个方向去推行 所以说在我们这几年 我们也替我们安乐社区 一起国宅 向营建署申请了一些都根的 基本的费用 都有的两百多万 有的三百多万不等 因为但是到现在目前 安乐社区一定 它把整个安乐社区一起的 八块的基地分做八个基地 以前是统一的基地 要去做都根 因为统一的一个基地 都根上有它的困难度 所以说把整个安乐社区 分成八个地号 来作为一个都根的单元 所以说目前有成立到 五号六号七号的三个基地的单元 那现在在这个成立之后呢 我们政府也成立了一个辅导团 那辅导团是由外面的一个 所谓的都根的学术机构 来辅导他们 将整个我们都根的一个程序 以这个过程来向他们做一个 所谓引导 让他们知道在都根的过程中 大家的认知以及你要付出 以及说公共设施的政府的 负担的一个奖励的方向 让大家认知上能一个取得共识 但是目前似乎在这个共识上 大家还没有一个所谓很明确的 一个认知 为什么呢 因为在整整个都根的这个范围 也一起里面 他所有的向道道路 都属于我们市政府的产权 所以在那种情形之下 市政府的产权占了百分之三十几 所以说也蛮高的一个比例 所以说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个人认为说 假设安乐社区一起的都根 在大家的成立都根 或者认知之下 我们市政府是不是应该 积极的来协助以介入 所谓介入 是把大家没有办法共识的部分 由我们市政府介入为公办都根 转为为公办都根 可能取得大家祝福的 彼此之间的一个信任感 因为现在彼此大家的 对于这个都根将来的权力 这个变更变幻 所得是多少 大家心中的非常大的一个疑虑 所以本席认为说 假设我们安乐社区一起 都根要成立的话 我在此呼吁 我们市政府是不是可以 进入来转变成公办都根 因为公办都根 大家百姓 住户们对市政府的信任度 比较有安全度 因为现在彼此之间大家 在由于外商 或者说将来的住户之间的一个纠葛 大家的这个摩擦 就多多少少会产生 所以要共识起来是非常的难 并不是说我们不希望说这个都根 而不去完成 因为你看我们外县市 尤其新北 他们几个都根成功的案例 你后面都有市政府 积极的介入 介入什么 设定一些奖励条例 奖励条例给他们 容积比例放宽 让他们有所谓的得到 后面的一个公共设施比例 该有的一个将来的地权的一个比例 所以说希望说我们市政府 只有百分之三十的这个所有权的话 也希望他们投入这个都根来协助 让我们祝福大家 能彼此的一个信任度能增加 是 就是建议市府来公办都根 让大家可以提高这个奖励 其实大家就更愿意来进行这样 我们要请教配奖附作了 那在这一块部分 在地的新生你听到的有哪些 有什么样的建议跟看法 一楼跟二楼以上的租金不一样 一楼租金一个月可以到八万多块 二楼以上不到三万 你要做都根的时候 建商一定会要去统整整个意见 然后一楼总是说我们值得更多 我们值得更多 我们值得更多 二楼以上说我们现在赶快建 一楼说不行 你要符合我们的要求 所以好几次 我记得在那个三明星光旁边 那个是叫以前的李明会堂 李明会堂 李明会堂 他们在那边办了至少四次 我们至少四次的说明会 四次说明会的时候经过 那边居民就跟我讲说 副作者你要帮我们讲话 帮我们争取啊 我说好 如果你们能够出来一个 如果协调出来一楼跟二楼以上 能够协调出来一个好的答案 我跟秦毅座两个我们马上帮你们争取 我们马上帮你们跟建商讨论 怎么样去做 我们马上帮你跟市政府做事 然后上次后一次问我 好像是两年前 然后后来都没有下文 对吧 后来是因为有外商要介入 让他们先去切解同意书 假如不成的话 他们要负责后续的一些 之前的一些协助的费用 那是乎怎么敢呢 我还不知道我的东西在哪里 你知道我的权利先给你 将来不成我还要赔你 所以变成是说我们很想帮 但是各位老板们 各位居民们 你们要给我们一个 我们可以帮的前提 我们才能帮你讲话 不然的话我们出去讲一讲 然后你们一楼跟二楼说 不对不对 我一楼要更多 二楼你们拿到太多了 我们这样不够 那我们怎么帮你们谈 谈判总是要知道 律师出去帮人家打官司 都要想说你后面的那个 毁托人这口径要一致 那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你们要什么 然后你们自己谈不容 然后我们帮你谈 如果真的谈下来了 你们不满意 这个不是很 这个我们很难做啊 我都讲我讲实话 我真的讲我真的讲实话 真的我们 我们这案子 我从我当选之前 新书可能是五届 五届六届 我们都很想处理这个案子 我们也知道这预祝是 这个安乐国宅一起超危险 漏水 对 可是我们真的需要知道说 你们至少给我们一个 可以妥协 可以和解一个共识吧 有共识 然后我们可以慢慢一步步走下去 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要解决 但是你们自己如果本身没有共识的话 我们想帮忙的人 我们真的很难去帮啊 我们很不想说好心办坏事 我知道的状况就是这样子 所以最主要还是要 居民先取得共识 因为大家都想得力多一点 比如说我一楼 我要1.5平将来的分配比例 1.5倍的分配比 怎么可能 这是大家共有的啊 对经费大家 公共计算是共有的啊 怎么可能你一楼 要拿1.5倍的比例分配 然后要地下室停车位 这是怎么可能 这都是成本的 行进的成本 那谁要去出 政府不可能去出 乔书记长刚刚讲说 那个至善民德亲民 煽動大陸 那個是有急迫性 因為那就在旭山河上面 可是這個安樂的話 就變成是說 我們大家都想要改 那其實也是有急迫性 因為50年了沒有 民國60 46年 快要50年了 民國65年 快要50年 早就符合回老 可是他們沒有跟我們講說 該怎麼做事情 我們去談 我們也不好意思去談 目前的現況是這樣 所以可以看到我們的都跟 其實每位藝座都非常的用心 在這上面 只是呢 我們真的想幫忙 真的想幫忙 第一要凝聚居民的共識 要更有耐心溝通 所以說每次到選舉 到說你們每一選舉都到 你們選舉都說要幫忙 國宅改建改建 就是說我們在騙選票 老闆你也可以給我一個答案嗎 你們先給我們答案說 你們有個共識 不然我們幫了一樓 結果二樓不滿意 我們幫了二樓以上 一樓說你這樣是對他們比較好 不是好心辦壞事嗎 我去講這我就講得很煩 我就這樣說 那我最好 那這次桌根問題 可以看到大家都非常的用心 但是還是要居民先取得共識 然後是否再進入 這樣才會有圓滿的結果 那說到這個我們安樂區 剛剛說到這個 我們的安樂疫情國宅 外面就是我們的邁進路 其實邁進路呢 在交通尖峰時刻 其實有碰到某些瓶頸 我們要先請就請珍請一坐 我們安樂區來講 交通瓶頸有兩個區塊 一個就邁進路區塊 一個就是七千二三路的區塊 那我先講邁進路的區塊 我想我這邊曾經也跟林佩祥報告過 在我過去這一個時候 我們一直想把安樂社區 這個長庚果菜市場 局勤前面的交通瓶頸的解墊把他打開 那這邊我們在像我這個手段 有一個安國段692周邊土地的都市計畫用地 促三的一個評估簡報 這是民國103年 103年就有了 我就讓大家各位相親知道 我們確實做民意代表立場 出來就是要為大家解決我們民生上需求的一個運作 所以說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們曾經的內容也把整個所謂的他這個周邊的狀況的一個利利德斯分析出來了 那我先簡單的就講說 當初我們所設定的一個標的的分解就是說 把果菜市場的現在的道路跟派施所合併 所以後來派施所為什麼會拆掉 就是為了將當初有這個共識 所以派施所會遷移到現在的四分許的那個地方 所以想把那條路打通為樂利一街 各位知道我們安樂社區有樂利三街樂利二街 大家知道樂利一街在哪裡 不知道沒有人知道 其實樂利一街就是果菜市場裡面的那條道路 早期是在民國74年的時候 為了果菜市場遷移 把都市計劃的樂利一街把它廢除掉 然後現在的果菜市場 那在果菜市場旁邊還現在他們繼承的一些道路 也就是臨時的道路 但是當初的都市計劃沒有把它變更為樂利一街 所以說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上任之後就跟大家地方人士的共同共識就是說 假設說我們這安樂世界瓶頸跟長根一天有6000輛進出 他們來訪客 我們曾經評估過 後來又加上局勁的1700多戶進入 那最近這幾年又加上層上層進來了 也1900多戶 算算一天的車流量將近要上萬輛進出 所以說這個瓶頸不打通的話 就是說把樂利一街開通 讓我們樂利一街上面的住戶 裡面的住戶還有重管理 他們的住戶已經將來進出 不必經過樂利二街 到我們長根之間的這一段的賣進入 一個用賽的情況 其目的是在將來疏通這個狀況 所以說在當時這個計劃一直到 我們張濤隆時代的末端的時候 他認清的末端的時候 我們準備要做都市變更 把那個瑞利街的道路 都市變更出來 來做未來的一個開發的方向 那後來到我們林市長手段上來之後 他擱置他不做 他說說國菜業者他們有他們的意見 我說什麼意見 他說我會影響他們的所謂的營業 我說怎麼會影響他們的營業 你交通順暢車流量多 反而更增加你的一個營業量呢 所以我們理事長這樣跟我講 我也實在不敢 也不知道怎麼給大家再去 所以說我是覺得這個瓶頸甲不打通的話 我們邁進入長根醫院前面 交通一定沒辦法打通 因為我們想成立一個正十字路口 有交通耗置來管控所有的車流量的一個進出 那現在我們整個交通流量 靠耗置再怎麼調整都無據於事 我們林副長也知道 我們上碰到這個問題 當初我們規劃 你看整個果菜市場 他把這個停車場位置都規劃出來 將近有388個車位 做一個立體停車塔 一到七樓 那一樓可以做他們果菜市場當作協調 讓他們簽入當作林副社會市場的一個區塊 然後從三樓 我們的三樓跟長根醫院我們也協調過 當作是科夫市場在做協調的 他們也同意 從這個停車場的三樓搭一個空橋 到他們長根醫院的空橋 讓他們長根醫院去看病或是探病者 走空橋之後停在停車塔 不必穿越馬路 然後把現在 長根醫院現在的停車場的位置改為什麼 改為客運車或公車的一個停靠區 那把外面的這個所謂的停靠區讓出來 讓我們後續的車輛行走 不會因為客運車或公車的停滯 而阻塞後面的一個順暢路 所以當初都有那個完整的規劃 所以很可惜 當林市長手上他們就各自了 所以在此跟我們所有的 我們安樂社區相見報告 我們在地方上 我們是很認真的在想把這個安樂社區的交通瓶頸打開 我想我們林一副市長剛算的時候 曾經來討論過這個事情 那也希望說 我們未來的市長 能繼續來認同我們這個方案 積極的把這個瓶頸打開 不然的話我們安樂社區再怎麼改 你們有用 像你現在做過迴轉道 還是紅綠燈在控制 也沒有順暢到哪裡去 造成我們現在的後續區的地方 就在我們拘禁前面 當初我們也講說把這個停滯做好 把我們的後續區 引到我們的後續那個停車塔裡面 當一個後車空間 那賣進路就不應 因為早上客運車或公車的一個停止的載運客 而妨礙了交通的順暢度 這是我們以前當初的一個最完整的構想 我希望說我們未來 在各位相信之下 我們也在這邊繼續支持我們 我們要繼續努力 我們張議員還會留意長 我們一起來努力把它完成 我就可以看到原來還有這樣的方案 那當然說到後面一點 譬如說在大五人地區的部分 不知道我們的配牆附座 在那邊又發現了什麼地方的民眾行程 還有我們的那個車9026 先講大五人的車道好了 其實最近我每個週末 只要他們一開始掉播車道 結果有人到我粉絲專業在罵我 說你之後不知道你又沒來看 我說我在看啊 我知道這狀況啊 因為他們太書所都會跟我報告說 現在要開始掉播車道 那現在掉播車道的原因是因為 從萬里往基隆方向的這個車流量 已經達到2比1 而且他數據全部出來了 自從第一次掉播車道失敗之後 公路總局跟警察局跟交通處 然後跟大五人派出所 這邊他們四方就已經有個浪贏群組 說什麼時候開始做掉播車道 但是掉播車道一做的時候 當下要進掉播車道的時候 勢必是對於要進的車子是相當困難的 所以每次掉播車道一用的時候 都是基本上我記得 是像這次的端午連假有用 然後之前就是試辦的時候有用 不過掉播車道其實這個也是 這其實是一個很不得已的一個非常手段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安樂區目前大五輪六里 大五輪六里目前的人口數 我記得沒有說話 將近兩萬八千人 所以說這個數等於是 人家可能其他去了一半的人口 都在大五輪六里那邊 而且大五輪六里裡面最精華的地方 就是新寮外寮五輪新輪 也就是從基金一路一百 一百一十一百一百二十九 一百二十九一百二十三項 開始一路到基金二路一段 也就這邊那時候我記得沒說話 有十八個中大型社區 然後就小小的一兩百一千 小小的基金一路 然後兩邊各兩千道 所以只要這兩萬八千人 要去上班或下班的時候 本身這一塊這個 篩住了 篩爆 然後更好玩的是 我們有個東西叫Google 那Google每次要去高速公路下來 最快的路就是從基金交流到下來 然後直接走過基金一路一百二十九項 到基金二路一段 然後直接再經過六十二號 再一路塞過去 然後這邊的流量跟本來在那邊生活的人 勢必每次都是遇到大塞車 所以我們在這個很容易塞車的前提之下 我也好行政行義做也好 我們都是很希望說 大眾運輸工具 不管是1815還是跳蛙 還是9006還是953 多多少少都可以把這個運量把它速解掉 因為如果全部人都是上班 就是騎車還是開車的話 對交通流量市場超級大災難 不管你是上二高還是到一高 那講到就是除了在安樂區的 這個國道公車裡面最 承載率最高的 除了國道國光客運的1815之外 再來就是首都跟大都會聯營的9026 那9026在5月 我記得5月13號5月14號的時候 大都會首都他們聯合發表聲明說 在10月底之後 他們就決定退出這個9026營運權 那這個事情一出來就馬上炸鍋 那這因為是很多人知道說 那腳是9026要停的 可是很多人不太清楚 就是說許是在去年11月9026 就已經被符合客運標準 那在今天上節目之前 我昨天剛好下午在立法院 跟立法委員洪孟凱 我們開了一個協調會 我們請了大都會首都還有符合皇家 就是營運的這個前後的業者 還有請了公路總局台北市交通處 基隆市交通處沒有來 我忘了找他 然後還有其他相關單位 全部過來一起聊 結果後來知道說現在其實符合本來3月1號就該接了 3月1號他們申請展延 因為他們當初寫的要標的計畫裡面 是要有4台的電動公車 不過現在這個電動公車的要求是 要符合中央政府的2030全面電動化公車的政策 所以他必須買國產的公車 然後是電動的公車 才能符合這是他們標案的要求 但是很尷尬的是 目前能夠做電動公車的廠商只有3家 他們找其中那一家是做低底盤的電動公車 而上國道客運的時候 那個巴士通常都是比較高底盤的 所以現在卡在那個行車中心那邊 所以他們從3月份開始展延 展延到今年最快最快要到10月底 但是中間的虧損首都跟大都會就全部要一例承攬 很多安樂區的好朋友 甚至全基隆市通勤組好朋友會覺得說 不太可能會虧損啊 9026怎麼會虧損 跟各位報告 當你一條路線 在國道客運法的規定之下 你的客員本來就已經比你預估的不足 而你的收入導致不足的時候 是已經在虧本了 大家都聽過一句話 叫做殺頭的生意有人做 賠錢的生意沒人做 那首都在虧本之外 從100年到現在111年 這11年之間經過了一例一休 經過基本工資調漲 還經過了油價的飆漲 到目前為止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9026的票價沒有什麼漲過 然後最後面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叫做新冠肺炎 從前年開始 前年三級警戒的時候 首都客運的那個運量 他們的承載運量 從本來的百分之百 掉到百分之五十多 那這次第二 今年第二波又來的時候 本來好不容易恢復到八成半 現在現在掉到六成 所以首都客運 現在基本上9026是不賺錢的 所有基隆市的客運 其實都不再賺錢 跟各位談 所以這次林六昌市長說 要免費做公車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也很頭痛 因為我們講那句話 我們有14億已經還不完了 然後我們可能還有捷運要付 然後我們現在要做免費公車 然後免費的公車一天到晚 外面很漂亮裡面在漏水 所以我們其實我們議會 也覺得很頭痛 因為大家都不會把市政府 跟市議會兩個分開來看 都是你們做官了你們該負責 所以我們現在遇到這9026狀況也好 還是目前說國道科研狀況也好 我們都要想辦法去證實要去解決 不過除了市議會 我們議員去建議去倡議之外 我們更需要的是市政府也要站出來 因為畢竟來講行政權在市政府手上 我們能做的就是我們通過自己的關係 自己的管道 想盡辦法跟中央政府去做對話 但是跟中央政府做對話 其實是非常困難 以一個市議員來講是非常困難 所以能夠的話 我們還是在這邊呼籲市政府 如果你們也跟我們一樣 看到人民的問題 看到人民的需求 麻煩你們主動一點站出來 幫他們多想一點 不要等到我們幾個一天到晚再講 他們說 他們說 然後你們最後面說 我們來晚了 這樣好像不太好 我的想法是這樣 是 所以還是要強力的 用市政府出來 為人民著想 而說到這個要帶大家來看 就是這個我們的 不少民眾最近就反映 就下午三點過後 從金融往台北方向的區間車 進來連停駛三班 然後有人就等了兩個小時 我們要請教我們的書記長 因為最近很多搭車的朋友 他本來不知道說台鐵在兩點半後 好幾班的區間車都停駛 他們覺得非常的納悶 因為一等就等兩個多鐘頭 所以他們會打電話來問說 為什麼我們以前沒有這種現象 那為什麼現在會發生這種狀況 所以我們那時候那個 謝國良前立委 他也接到了很多的民眾的電話 他就主動打電話去詢問 結果他的答案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疫情的關係好 那已經今天是六月九號了 明天就是六月十號 也是我們陳博會的開始 那如果也繼續這樣子下去的話 那我們的這個好朋友們 他如果來參觀 來基隆參觀 他要搭這個區間車回去的話 那是不是也要等到兩個多鐘頭 我希望說台鐵 你既然已經那麼長的時間來減班 那我相信從明天開始你就要恢復了 因為即將要到來的就是我們基隆 要來參觀的這些外縣市的朋友們 或者是我們本市的這個六堵五堵 這些細紙這些朋友們 他們是不是也能很正常的來搭我們的交通工具 因為畢竟這個台鐵的這個區間車 有好多好多的朋友們 他們已經習慣性的來搭這個交通工具了 所以我希望說不要再有這種減班的狀況 是不是慢慢的減慢慢的減 將來在我們的捷運還沒有開始就已經減到煤了 是不是要把我們的基隆火車站也廢掉了 那這樣子就不太好 我是覺得說 這個基隆火車站是從很早很早 可能是日據時代就有了 那我們也曾經也談過 是不是否要把這一段 從八堵到基隆的這個鐵軌 要下地或者是高架 都不可能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是希望說台鐵真的要認真來思考這件問題 最主要就是要讓大家能夠方便拉回來 然後回到家 那說到這個回家這件事情 很多人就是開車 開車回到家會找不到停車位 這一件事情我們要請教清真請易做 因為他在四維里那裡發現 其實爭取了一些停車位 停車場的改建 我們要請教易做 因為我們整個 不光說我們安樂區的四維里 我想整個基隆市的區裡的停車的需求 是大家非常渴望的 因為每個巷道 你看晚上晚間回來 大家都找不到車位 都停在巷道裡 也造成巷道之間的一個停車的一個安全度的一個問題出來 所以說很多的巷道會發為什麼消防車道 什麼紅線都不准大家停車 那在我們議會的時候 我曾經也一直要求我們交通處 還有民政處配合 把所有的區裡之間的空地做一個盤點 然後把可行的一個區塊 然後開庭我們社區的一個公共停車的一個場域或空間 那在我們安樂社區的四維里來講 剛好是在我們現在所謂的建德國小的對面側 以及現在四維公園的一個右側 當今那邊有六百坪的一個區塊 我曾經也一直在議會建議過 它的地道是安國段的一至二五三號地段 它也就在櫻花社區的旁邊 那那個地方現在的整個區塊來講 不單單是四維里的一個需求 而是我們周遭的櫻哥七線三民的所有的那邊的住戶 甚至也許櫻安寧他們的停車空間不足 也會往那邊停 所以說那個空間 假設今天還是做個平面的一個所謂的停車空間 只有八十輛的停車空間 完全不符合我們周遭裡將近七千戶的一個停車的需求 所以說我們一直在要求說 把這個區塊做一個多功能的一個使用空間出來 因為這個地是私有地 市政府的地 所以市政府可以積極的去投入做一個多功能的建設 曾經他們在領上也有很多的他們的領民的建議 他說希望說將這個領民活動中心 裡面能包含到這個停車空間包含到領民活動中心 因為他們的領民活動中心在一個社區的地下室 他們非常不便利 第二個在圖書室 第三座長召A級據點 還有就是做體制能的一個健身室 然後三樓以上去做停車場 所以說這個空間的一個充分的利用 我想是值得我們市政府應該積極的去投入 來做這個規劃和設計新建 我想這個假設你不做好的話 我想這個空地排那邊實在不值得我們大家在這邊 天天在找車位起車位 因為只有80個車位 所以說80個車位不符合七千多戶的需求 我想我們市政府的我們的這些長官們 你們要知道沒有停車之間的祝福的今天 這個心中的一個苦悶以及渴求啊 所以說希望你在這次我大會有提過 這次我們才大會結束 希望在10月份邀請我們當地的里長 還有一些市民他們一起來現場會看 請我們交通處 旅遊處 公務處 他們一起來勘察這個地段 希望我們的中央的立委 你要知道你在中央應該有這個群力 因為地方爭取經費 來投入這個地方的一個經費的一個爭取 這以上我是我們大家 那個社區大家居民共同的一個期望跟興盛 就是要爭取多功能的停車場 讓這個停車位多 而且還有不同的運用功能 而說到這個交通 要帶大家來關心我們的捷運 先帶大家來看我們基隆捷運 才剛剛開的地方說明會 今天是鐵道集在基隆召開的第三場環境影響說明會 今天對基隆捷運的部分 看來今天的發言都相當踴躍 那我們的R81 R82線 會繼續保留下來甚至增加班次嗎 因為我們都很清楚R81 R82線的狀況很不好 而第三個問題其實也跟交通部有關 因為真的很難得 我可以跟中央部份聊到天 我很難得可以反應到這些東西 跟中央部份直接做對話 最近台鐵的班次減少造成民眾的不安 那剛剛長官員跟我講為什麼會 這機會減少 但是如果減少這麼少的班次 就造成民眾的不安的話 倘若未來因為捷運案 導致台鐵有所變動 甚至離開基隆 那我想無論如何 請交通部一定要給我們一個有關 未來台鐵營運計劃的答案 百圖戰周遭的公共運輸的機能 要如何去銜接 我的意思是說 剛剛你們報告有提到的事情是說 金融捷運會來降低大概百分之二十的私人運劇 這件事首先我想知道是怎麼算的 因為我們想知道這件事情是怎麼樣來計算 因為真的要降低私人運劇是非常重要 那另外的事情是說 你要降低私人運劇就是要讓民眾便利轉乘 不管你是搭騎機車還是搭汽車開車來 那這周遭的相關的機能 整個周遭的土地 它是不是有足夠的停車設置 公共空間 那甚至是人型的空間 以及跟我們基隆市內的大眾運輸 如何去銜接這件事情的介面 私人運劇跟這個大眾運輸 你蓋軌道運輸 本來就是要騎上大眾運輸 但是我們會有適度的那個 U-bike 或是那個機車停車 我們可以看到這第三場的環境評估說明會 幾乎所有的基隆市議員都到場 我們要先請教佩祥副座 你昨天這樣整堂停下來感覺是怎樣 有希望嗎 很火啊 很火啊 為什麼很火啊 我到最後面先離開 因為我差一點 我如果再留下去 我怕我旁邊那個 有一個民眾先 有一個民眾先離開 我剛剛旁邊那個座子 那個椅子是空的 我差一點椅子抓起來 就往床上摔 我真的差一點 我真的差一點想說 這樣可能會讓全國新聞不好看 可是事實上來講就是說 我從第二次總質詢 我上任之後從第二次總質詢 我就要求到所謂的公開說明會 為什麼要要求公開說明會 因為基隆捷運這個案子 從之前的輕軌 到現在的捷運 到現在的捷運兩段式 人家開玩笑什麼七八段啊 什麼南八段七八段之類的 可是全部東西 基本上我們不管不只是 我們一般的基隆市民 就連我們民意代表 都被蒙在鼓裡 那我們會覺得說 OK你要讓我們知道東西之外 而且我們需要知道 參與這個重大建設 我們有參與這個重大建設的餘地 因為這條基隆捷運 可能是中央給的 可是是我們在用的 我們希望這條捷運來的時候 我們通勤族多多少少可以 因為有這個捷運的存在 所以我們可以很輕鬆的 從基隆市市區 直接到達台北市區 然後我們更希望說不用轉成了 可是現在 從 2019疫情發生之前 我們一直呼籲這件事情 我一直在議會裡面 那時候 我們剛剛在新聞上面看到的 那位長官是鐵道局的主祕 李剛 李主祕 那去年還前年 去年他還是我們的交通處處長 那我一直跟他反應說 我們要知道多一點 我們需要知道多一點 我們不是 我們希望能夠是 我們希望不是被告知 我們有知的權利不是被告知 我希望說我們能夠 一般的民眾去聽的時候 不是只有兩張紙 然後聽得懂 然後聽得懂 然後呼嚨呼嚨 然後什麼事 我們待會去討論就好 我們想知道的是說 現在我們很想知道 基隆市區會不會有捷運這個事情 當然大家說 這第一階段的環境評估 我們不會談論那麼多 可是其實很早 我們就應該跟我們講了 不是等到今天 已經環評要做了 然後來跟大家說明說 我們準備要這樣 我們準備要去做這樣的捷運 然後在這個地方 然後基隆本來 說這邊有講13站 13站裡面 基隆只有5站 北屋賭6賭7賭8賭 北屋賭6賭7賭8賭5站 後面重要的4站都還沒有規劃 第二階段 包括山坑 山坑廟口車站跟旅運大樓都不見了 那這4站我們才要知道 這4站到底有沒有在不在 這才是我們最關心的一點 所以基隆市市議員 我最關心的是說 我能不能在我有生之年看到有一條捷運 直接到基隆市區 那我想知道 我想大家都想知道 甚至PTT上面有人常講說 搞不好到我死前 我都看不到基隆捷運到市區 那其實這種事都是很 笑不出來的悲哀 那我們身為基隆市議員 大家會想說你們名義代表都是官 你們要找人很簡單 錯 我們要找中央級的官員非常困難 我們要講中央級可以主政的官員 非常困難 我如果說我身為基隆市副議長 我要去找一個中央交通部的人 我要透過很多關係 我要去找我認識的立法委員 然後我找認識立法委員 跟他們約時間 跟他們約時間 看他們部會所長有沒有空 可能不會是部會所長 搞不好只是像主命一樣的 跟我解釋 然後解釋的話 他們解釋東西可能不一定會多 我一次去要帶完所有的東西 不是說我打個電話說 不好意思那個處長你過來一下 不是這個樣子喔 完全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那天在那個 秦書有聽到 我那天在很酸說 我好難得跟交通部的人 可以聊到天啊 因為的確我們要找交通部的人超難的啊 不可能很難找 我們基隆市議會 我們不是中央政府 然後剛剛秦曾行義作也講得很實在 說真正能夠找到的是 中央級的像立法委員 可是我們很少聽到立法委員 真的關心什麼事情 除了他說他很關心之外 我不是故意要酸蔡世英委員 只是他的主任說出來他很關心 那你很關心 你花點時間過來嘛 不要陪蘇貞昌蘇院長嘛 我們當然那天都知道 陪蘇院長很重要 可是過來關心一下 表示你的立場嘛 我們這一群人全部市議會 基本上都可以直接召開大會那天 所以直接開大會了 可是就沒有 就因為我們想知道啊 身為真正土生土長的基隆人 對於捷運到基隆這個事情 絕對是關心的 那我們最關心說 至少要跟我們一個承諾 至少跟我們一個方向說 這個捷運一定會到基隆市區 我們就是要這一句話而已 而這句話你們就打死不肯 未來我們再談 十年之後我們再說 當下當然會想摔桌子 我啦我可能比較粗糙 所以大家很關心的是 第二階段到底蓋不蓋這一件事情 從八讀到基隆 我想請教那個輕易做的意見 其實昨天那個說明會啊 他並不是做一個 所謂的到基隆的一個規劃報告說明會 而是你看標題 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會 其實昨天到了那天現場 我拿的資料裡面只有兩張紙 裡面沒有一句話是關於環境評估的內容 完全都沒有 只是做他們的過程 哪一年之後幾月份做到什麼 幾月份做到什麼時候 實質的環境影響評估的裡面的內容 一點都沒有 所以我不知道他們那個說明會是什麼意義 我是覺得這是一個在敷衍我們 他從新北 台北 基隆辦了這三場 聽說新池子那邊的住戶的反應很強烈 為什麼 在用他們的一些市區道路 土地的問題 那我們基隆不是啊 我們基隆既然說來的影響環境影響評估 你要告訴說你從我們基隆端開始到 到八度端最起碼這一段的環境影響評估 會影響到我們的水保有沒有 影響我們的動物的環境有沒有 都沒有說那一個字 所以說它影響評估我覺得根本在敷衍我們基隆的市民 所以那天很多的在場的發言的 還有我們一代版我們副議長剛才講的 大家都所認知的說 你環境影響評估是你本來就是在一個公共建設 必然需要去做的一個過程 而你今天到基隆地方來講說你要說清楚 我們整個開發從北無賭端開始到基隆端 你未來的騎乘是什麼 不要說10年以後再講 10年以後跟你講都是騙人的 講不好選舉過今年選舉過都沒有了 到2024再來又選總統又來講了 所以講實在的我覺得它是影響評估整個捷運的到基隆對市民來講都是一個騙局 所以要動工了才算 我們最後兩分鐘我們要請教書記長 那天我沒去 因為我覺得去了太浪費我的時間 因為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不可能的任務我們就不要去碰 所以在此我是覺得一聽到捷運我就害怕 所以我會遠離它就跟疫情一樣 對所以還是要看 目前還是希望台鐵能夠恢復它的量能 自由基隆捷運很好玩的一點是 這邊自由基隆捷運有54%的面積都是在新北市 都不在基隆 對然後也不到基隆市區 然後剛好只是那時候李剛講一句話就是說 是剛好終點站在基隆所以叫基隆捷運 他還講一句話我覺得 我聽到覺得我覺得很匪夷所思就是說 未來巴督站是要給我們安樂區的居民來服務使用 那我就直接向他一句話說 那你知道R81 R82快倒了嗎 那把是中央政府總算要花錢來幫我們就R81 R82囉 他就說那個政策性問題我們今天不回答 所以如果各位是我的話可能也會想摔桌子 因為我們去那邊難得遇到交通部的人 你能要給我們一個答案 不是給基隆市議會或基隆市議員一個答案 是給基隆市民一個答案 可是當你都拿不到答案的時候那個火就會起來啊 你總不能說就是說中央我們回去再討論 然後討論之後沒結果最後還是做你們的 說真的那聽說 然後顧問公司也講一句很經典的話 實用者付費 所以說未來基隆捷運我們要付費 然後虧損我們也要付 那我們去做這條捷運的人可能不到 可能目前到巴祖端了 可能不到六萬人 那我們要35萬人40萬人 全部都是新北市去做 然後我們也要付錢 這跟說好的不太一樣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一座 帶我們了解地方民眾真正的心聲 也帶我們看了這個城市波蘭會 都市更新 然後還有新冠疫情 還有交通建設 相信我們政府聽到這些聲音後 會讓基隆更好 謝謝三位 也謝謝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支持 頒選的電視機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